布线绑前导线的方式有很多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FJ节 FJ节的话它是一个绑起的比较简单 但是可以保持百分之百布线的强度的一个节 在绑FJ节的时候 我通常会选择把线头也固定住 这样的话线一边是在驭轮上另一边是固定住 这样的话布线可以保持紧张度 保持了紧张度之后的话 前导线的话就可以在布线上来回编织 这样的话布线就可以紧紧的扣在前导线上 为了观看比较方便 接下来我会用粗线进行演示 在演示的过程中是没有保持紧张度的 大家记得在绑FJ节的时候 布线一定要保持紧张度 编织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每一次编织之后的话 要确保线的话是接一个的 紧紧的扣在一起的 有的时候如果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的话 可能是要用手去推进一下 这样的话保持它们是非常紧紧的锁在一起 当编织完了之后的话 就搭一个半扣 把主线和前导线 然后锁定锁在一起 这样一个半扣锁定之后的话 直接就不会散开了 这样的话持续再进行5到10个半扣 就可以把主线和前导线锁在一起 同时的话这样的话也是对主线的一个保护 前导线多余的部分的话就可以剪掉 前导线多余的部分有的时候 我会用打火机在上面烧一个小圆头 防止线滑掉 最后在主线上继续打半扣5到10次 这些半扣不仅可以是解锁死 同时的话也是对主线的一个保护 最后收尾的时候呢 就不是一个半扣了 而是这个线头在圈里面缠5次 缠5次之后最后拉紧锁死 这样的话一个FGNOT就打好了 谢谢大家